那我们快去看看,要是让它跑了,那我们中午可就美美喂吃了。 老板,你看,是一只山鸡,我们快抓住它,可别让它跑掉。 你放心好了,鸟儿只要被这网抓住,那就绝对跑不了。 好了,阿川,我们就带着这只山鸡到你家美餐一顿吧。 当天中午,阿川的老板在阿川家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山鸡,他临走的时候将那捕鸟网留在了山上,并叮嘱阿川的父母多多留心看管。 老柯,麻烦你以后多上山看看我的捕鸟网,要是捕抓到鸟儿,你可一定要收好哦。 哈哈哈哈,你放心好了,我每天都会上山的,看看这张网是否有抓到鸟的,若是有,我会帮你收集起来的。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爸妈,你们留步吧,不要送了,我们要走了。 阿川,路上小心。 阿川,你过年的时候,记得要早点回来哦。 我知道的,爸妈,你们回去吧。 对了,爸,你可要经常去山上,看看有没有网到鸟儿。 嗯,好的,我知道了。 从那天起,王老汉便养成了习惯,每天一早便跑到山上,查看挂在那里的捕鸟网。 但他并不是来抓鸟,而是给鸟放生的。 哎,竟然又抓到了这么多鸟,真是可怜呐。 小家伙,不要害怕,我是来救你的。 飞吧,飞得高高的,远远的,再也不要被网抓住了。 老头子,难怪这些天你一只鸟都没抓回来,原来你都将它们放了。 是啊,这些鸟是山里里的精灵,要是这样被抓住杀掉,那真是太可怜。 而且,你不是最喜欢听鸟儿快乐的叫声吗? 要是它们被杀光吃尽,那可就再也听不到美妙的鸟叫声了。 是啊,儿子的老板喜欢吃鸟,它在山上设下了这个网,我们又不能给拆掉,也只能这样做了。 可不是吗?儿子的老板要求,我们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 老头子,要是儿子回来要鸟,我们该怎么回应它呢? 我们就说,没抓到不就得了。 这么长时间一只鸟都没抓到,儿子它会相信吗?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为了儿子而伤害那些可怜的鸟儿。 是啊,实在不行,我们就把这张网弄破,说它坏掉了,没办法补鸟了。 这可是儿子老板的网,损坏了可不行的,我看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 虽然王老汉每天早晨都会去那里救助被网挂住的鸟儿,但还是有一些鸟因此丧命。 于是,王老汉便将那些死掉的鸟带回来,以便和儿子有所交代。 唉,又来晚了一步,可怜的家伙。 啊?哎呀,好漂亮的一只八哥呀。 八哥,你不要乱动,来,让我来帮你。 你翅膀伤得可不轻啊,你现在这样可没办法飞啊。 我看还是带你回家帮你治疗好伤势,再放你回山林吧。 王老汉将这只八哥带回家后, 便和老伴对他进行精心的照顾。 一个星期后,他受伤的翅膀便彻底康复了。 看来他的翅膀已经完全好了,应该能飞起来了。 是啊,他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我们该将他放回家了。 回家吧,八哥,飞回家去吧。 你看,他飞得多么有力啊, 看来他的伤真的已经完全好了。 真是怪了,他竟然不愿意飞走了。 老头子,这只鸟还挺通人性的, 直到是我们救了它,所以干脆就不走了。 老头子,不如就留下它和我们作伴吧。 八哥,你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作伴吗? 就这样,这只八哥便留在了王老汉家里。 转眼间,冬天到了。 这天晚上,忙了一天的王老汉夫妻两人, 没有封好煤炉便睡着了。 这,这是怎么了? 八哥,你这是干什么? 八哥,今天晚上你是怎么了? 都一直吵我,不要让我睡好觉。 哎呀,这是怎么了? 我的胸好闷呐。 哎呦,头也好痛,这是怎么了? 老伴,老伴,你醒一醒,快帮帮我呀。 不好,不会是煤气中毒了吧? 不行,要赶快打开窗户, 偷偷气才可以。 哎呀,糟糕, 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王老汉和他老伴, 倒在床上,动弹不得。 如果再无法打开门窗的话, 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此时,八哥继续不停地叫着, 用嘴巴啄着, 用翅膀拍打着王老汉和他老伴, 可是他俩却依旧一动也不动。 八哥显得非常着急, 他飞起来满屋子转着, 突然,他看到了窗户上有一块玻璃, 有一些细微的裂纹, 八哥像是看到了希望, 他朝着那块玻璃一头撞了过去, 砰的一声, 八哥重重地跌落下来, 但是他很快又飞了起来, 又一次朝着那贴着纸张的玻璃撞去。 八哥一下下撞击着, 终于,那块贴着纸张的窗玻璃被撞击了下来, 风呼呼地吹进了屋子里, 而那只八哥也重重地摔在地上, 奄奄一喜地看着被撞破的玻璃。 好冷啊, 屋子里怎么会有风吹进来呢? 啊? 是八哥, 是八哥救了我们? 老伴, 老伴你快醒醒, 快醒醒啊! 老头子, 怎么了? 哎呀, 我的头怎么这么痛啊? 你快起来, 我们没气中毒了, 我们要赶快打开门窗透透气。 事后, 王老汉将这只八哥埋葬在了山上的树林里, 并且拆掉了那张捕鸟网。 我发誓,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同类, 让他们再也不受伤害。 八哥, 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 也谢谢你牺牲自己, 救了我们的命。 打开生命电视台, 梵音妙语时时文, 菩提花朵处处开,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护生、吃素、念佛、送经、持重、 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地护持跟关心。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共佛摘天祈福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1月31号星期五, 上午9点,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湖伟镇新南里, 逐围63号,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8点, 与董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苗栗菩提道场举办传授八关灾戒, 礼拜大解脱金, 护生, 点灯, 购水, 药贡, 即甘露施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2月6号星期四, 上午9点, 地点苗栗菩提道场, 地址苗栗市中正路621号, 联络电话037336026, 037336026,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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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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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加約 位於制夷山的泉穎寺 有一處沁仁心疲的甘泉 自古又被稱為甘露寺 3號重建時 泉眼處常有大蛇出沒 人們因為害怕而將它打死 從此泉水不再湧出 且不斷有災禍發生 後來四倍感名為泉眼影師 在未大蛇超渡之後 泉水才再度湧出 海底水 調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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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